第661章 故意把事情搞大 对于秦晓渝的问题 王平的回答一向很敷衍 别问 问就是不说 卧槽 无情 连敷衍的理由都不给了 秦晓渝是极度失望地哀嚎道 倒是顾清成心情好 小咪咪地解释了一句 算是武当派的内斗吧 因为二把前天 已经救过武当掌门的 私生子洛川一次了 对方答应的系列 还没有送过来 所以不能让他们死掉 于是就出手再救他们一回了 哎呀这情节太复杂了 我想不明白 哦 原来是武当派内部 有人想干掉私生子洛川啊 秦晓渝是一拍脑袋 转眼之间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总之都是小事情 就算事情很大 也是武当派内部的事情 跟我们无关 王平安说着 走进了别墅客厅 许晴和顾清成是一左一右 跟得特别紧 众人跟了进来 又问了一些细节 这才了解了整个过程 然后有人询问一些修行上的疑惑 王平安趁着心情好 全部解答 见众人没有什么问题了 这才说道 有事起奏 无事退朝 众人无语 觉得王平安是越来越疲了 不过果园里的灵气极为浓郁 机会难得 不修炼就是浪费机缘啊 外面灵气枯竭 想进入灵朝节点修炼 又是花钱又是托关系的 里边的灵气还极为稀薄 哪像神农果园 到处都是浓郁的灵气 长阳在灵气的海洋当中 修为再不长进 那就没有办法交代了 王平安返回自己的房间 打开手机 进入灵气复苏APP论坛 把顾清成拍摄的黑衣杀手照片 精选了几张 编辑在一个帖子里 悬赏 谁认得这四个修炼者 准确报出他们的真实身份者 种上十枚变异水果 阔湖以第一个回答者为准 王平安是论坛里的名人啊 他这一发帖子 而且还是悬赏帖 顿时吸引来了很多人的围观 帖子里边没有什么多余的话 要说的话呢 已经在标题里边说过了 不过 王平安是刻意强调一句 这些人在我的花溪大酒店闹事 所以就顺手宰了 以后谁敢在花溪大酒店闹事 下场就跟他们一样 竹铁里边呢 就四张照片 也是四个人的死相 虽然有点难看 但是清晰度不错 如果认识他们 一眼就能认出来 平安局势消失这么久 今天一出现 这是又要搞事情啊 这四个人是你杀的吗 杀人是违法的 你知道吗 这四个人呢 我看这有点面熟 我可以百分之百确定 这是四个男人 而且是东方男人 凭这些信息 我能得到一枚 变异水果的奖励吗 哎呀 这下手太狠了 只是因为在你们花溪大酒店闹事 你就杀了四名修炼者 还有王法吗 我建议行动出的人啊 把平安局势人道毁灭 免得他再伤害无辜 一瞬间 这个帖子呢 就有几百个回复 不过声讨者居多 没有人说出有用的信息 王平安当然知道 这四个人都是武当派的弟子 还从洛川口中 知道了他们的名字 他这么做呢 就是想警告那些江湖人 以后没事 千万别在花溪大酒店闹事 不然 这四名修炼者的下场 就是前车之剑 浏览到第一千条信息的时候 终于有人是发出了震惊的表情 我靠 这四个人全部都是武当弟子啊 我见过他们 都是炼七七七净八净的高手 怎么一下子全死了 特别是南宫赵 前几天还听人说 他已经迈入炼七七九经了呀 王平安浏览回帖 已经看累了 见到这个回帖 说出了武当弟子的身份 当机对他回复说道 原来他们是武当弟子啊 如果确认武武 后面有人证实 那么这个悬赏就归你了 等一下私信我 留下收获的地址和电话 这位名叫 黄鹤一去不复返的网友 几乎是秒回 啊 这就能得到悬赏了 太高兴了 太感谢你了 我可以保证 以上信息百分之百正确 然后王平安就收到了对方发来的收获信息 地址居然是武当山脚下的小城 怪不得会认识这些武当山的弟子 看来以前真的是见过面 后边又有人回答出南宫赵等人的信息 可惜呢 已经错失了先机得不到悬赏了 这一下子整个论坛都炸了 都在震惊 王平安竟然作死 杀了武当派的四名弟子 这简直太疯狂了 大家都知道 王平安已经是公开得罪过毛山派 中南山修士联盟 福禄宗等宗派 现在又得罪了赫赫有名的武当 神仙来了也保不住他呀 为了一个小小的花膝酒店 竟然得罪武当 平安局势真的太蠢了 我敢打赌 这个春节他过不去了 我也觉得平安局势死定了 如果他能活过这个春节 我就直播吃屎 樓上那位 你别骗吃骗喝了 武当派四名高手都被平安局势 轻描淡写的杀掉了 他身边没有高手 绝对不可能 武当派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 敢对他出手 你忘了毛山派长老 富商逃走的时间了吗 看到炒成一团的论坛 王平安是干脆利落的 关闭了论坛APP 去卫生间洗澡了 刚才打斗了半天 全身是汗 如果不是发帖警告一下 那些修炼者呀 他早就洗干净 躺在床上睡觉了 好不容易洗好澡 吹干了头发 却见床上躺着两个漂亮女人 一左一右 正含情默默地冲他微笑 二宝 你洗好了吗 快来这休息一下 我刚学了一套按摩手法 可以帮你解解乏 许晴是温柔地说道 顾清诚则说道 我可以帮忙 也可以观摩学习 等我学会了 我们两个可以一起帮你按 你们 你们这样 会耽误我夜里修炼的 王平安努力抵抗着他们的诱惑 言辞 言辞不太坚决地说道 不会的 我们夜里可以陪你一起修炼的 两个女人是异口同声地说道 王平安信了 既然不会耽误自己修炼 那就让他们按一按也无所谓了 于是 这一夜 就这么愉快地过去了 第二天 王平安起床的时候 已经是半晌午了 有点腰酸 有点背疼 感觉 好饿 好像身体 被掏空 两个女人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 如果不是床上留下一些战斗痕迹 王平安都以为他们不曾来过 我还是个孩子 他们怎么下得举手呢 王平安是一边感叹人心不古 一边收拾床铺 就在这时候 听到许清在楼下喊道 二宝 有客人来了 他们说是武当派的洛川和于平 第662章 洛川的谢礼 洛川和于平送来了谢礼 这是第一次救命之恩的谢礼 他倒是想拖欠 可是情况不允许啊 王平安的操作太浪了 夜里公开四个蒙面杀手的身份 一下子把武当派推到了风口浪尖 知情的人明白 这是武当内部问题 不知情的人还真是以为 王平安敢站在武当头上拉屎呢 正如洛川所说 谢礼只有三样 一堆零食 一堆金条 一堆现金 零食有一百块 金条有一百根 现金有一百叠 最之前的当然是这一百块零食了 这些金条和现金 在他面前都是小老弟级别的 送来这些东西 不能说洛川夫妇心不成 但是没有王平安特别想要的 大宝剑或者大刀之类的 衬手兵器 终归有些不太完美 那行 既然送来了 我就面为气难收下吧 王平安是一副不太情愿的模样 洛川夫妇一看 顿时有些紧张啊 急忙解释道 平安局势 你昨夜所说的要求 我已经托人去办了 你知道的 现在的修炼界 急缺炼丹和炼器大师 想寻找一把趁手的兵器 实在是不容易 只要有一丝可能 我一定帮你寻来一把趁手的兵器 现在的修炼界 所谓的灵器 很是妙茫 大多都是一些 新神寄托的伪灵器 修炼者使用最多的 还是一些质量上乘的 普通兵器 像是茅山 龙虎山 武当山之类的千年大派 密传一些 蕴养灵器的方法 但是威力巨大的灵器 极为罕见 就算是有 也会当成正派之宝 陶木剑属于伪灵器 锋利度一般 坚固度极差 威力马马虎虎 在道家大门派弟子手中 颇为常见 王平安想一把重兵器 不管是大宝剑还是大刀 再或者是大斧头 都行 上次赤月事件当中 王平安在帮助行动处成员 阻挡发狂的野兽的时候 随手捡到的那把大刀 用着就特别顺手 只是那把刀终究是差了点 一场战斗下来 就崩坏了 系统摆明了 一把好武器都不给 师傅也曾经解释过 说是不能破坏大道规则 想要武器自己解决 正因如此 王平安才是极为迫切的 想要找人帮忙 搞上一把衬手的冷兵器 让你们费心了 王平安是客气的回了一去 然后让人上茶 和洛川夫妇聊上一些家常 倒是洛川忍不住了 几句客套话说完 主动询问 平安局势 我有一事不明 昨夜回去之后 你怎么在灵气复苏论坛 发了帖子 把武当蒙面杀手的事情 在论坛里公开了呢 帮你背了一个锅 至少武当派的人 大部分都认为我杀了他们 是因为他们在花溪大酒店闹事 只有几个当事人明白 他们刺杀你们夫妇不成 反被我杀 这样至少给武当掌门一个台阶下 他要惩戒谁 会做得更加隐秘的 哦 你是说你公开蒙面杀手的事情 反倒是帮了我爹 那你就不怕我们武当 其他人的报复吗 洛川恶然道 王平安霸气地回应道 武当派最强的力量 肯定掌握在你爹手中 不然他这个掌门就当得太失败了 只要你爹不派人来向我报复 其他人就算是偷偷摸摸地来报仇 又能奈我何 来 就是送给我人头啊 呃 你说得好像很有道理 可是 为了武当的延绵 我爹又怎么可能什么都不做呢 洛川正在纠结 手机突然响了 一看来电显示 顿时站了起来 我爹打来他 提醒了一句之后 他按下了接通键 爹 昨夜我给你打电话汇报此事 你却关机了 你知道这边发生什么事情了吧 修炼之人 手机十天半个月不用一次 也很正常 你那边发生的事情 我已经知晓 我会处理武当内部事务的 不过 这也是算是给你的一种考验吧 只要能够坚持下来 将来的成就 不可限量 可是 那些人的境界很高 这次算我运气好 被平安居士救下了 如果下次再有人刺杀 我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我保证 不会再有人刺杀你了 那平安居士呢 他救了我两次了 武当派准备怎么处理他 昨夜发帖的事情呢 死的是大长老那边的人 要报仇也是大长老的事 我这个做父亲的 只能保护自己的儿子 其他的事情 我也管不了太多 毕竟武当派 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武当 更不是我们洛家的武当 啊 洛川是迷糊了 不知道父亲这么说 是什么意思 自己不找王平安报仇 但是也不限制大长老一派的人 报仇 他还想再问清楚一些 可惜父亲已经挂了电话 他们通话的时候 虽然没有开免提 但是离这么近 以王平安的听力 自然是听到了他们全部的对话 这个武当派掌门有问题啊 不拒绝 不负责 不承认 三不定律 用得很溜啊 挂完电话 洛川是微微有些尴尬 他向王平安解释道 看来我爹对武当派 也不是完全掌控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你要小心安全问题 可能大长老那边的人 要为四个死者报仇啊 你们武当很没有担当啊 算了 谁让我收了你的谢礼呢 认了 哎呀 真的很抱歉 你想要的武器 我会尽快帮你送过来的 洛川说完 就带上妻子于平 告辞离开了 王平安本来还想 招待他们一顿午餐呢 看现在的样子 也省了 九爷一家子仍在源源不断的往果园里送货 小强一家子同样是源源不断的送货 他们两家选择的陶瓷坛子款式和颜色不一样 就算不贴标签也不会搞混 一直忙到晚上 才把王平安订的酒全都送来了 王平安是大致清点了一下 觉得数量差不多 就把钱呢 全部给了他们 都是自己村子里的人 给钱肯定要爽快 行动处的傅元秋 天黑的时候才打来电话 那边信号不太好 不知道在忙些什么 很显然 他才知道王平安灭了四个武当弟子的事情 心里有点慌 王平安啊 你到底在搞什么呀 你已经是我们行动处的人了 像得罪武当派这种大事情上 你能不能提前给我商量一下 你这样 让我很被动啊 你让洛川给你解释吧 我也是救人心切 才失手杀掉他们的 别以为我不清楚事情的经过 为了救人 你杀就杀了 可你为什么要把那件事传到灵气复苏论坛呢 王平安是丝毫不惧 反而洋洋得意地说道 我提醒一下某些江湖人 别在我花溪大酒店搞事情 最好别在我们村搞事情 目前看来我这么做效果不错 我快成为江湖大魔头了 那些修为弱一点的修炼者都不敢再进入花溪阵了 第663章 上坟 傅元秋被王平安的解释打败了 想骂人都找不到理由 当然 对于普通修炼者 他不但可以骂 还可以打几下出气 但是对王平安这种背景神秘 修为神秘的家伙 只能捏着鼻子 把他当大爷供着 毕竟他们现在已经被招安啊 名义上归行动处指挥 他在某些时候还可以命令王平安办点小事 比如说上一次命他救回洛川夫妇就做得不错啊 此事让他在行动处管理层当中是赚足了面子 既然王平安不怕武当派的报复 傅元秋只好随他的意思 同时呢 也想看看王平安的底牌到底是什么 竟然不怕得罪武当派 王平安现在是行动处的人 武当就算是要报复 也不会公开报复 只会使用隐秘的手段 在暗中报复 刺杀往往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 王平安又何尝不知道这些啊 只不过他是不在乎而已 有功德护身 随时都能够把那些能够威胁到他生命的敌人活活的坑死 提起功德 王平安似乎才想起来 还差两点功德呀 这才能完成系统的任务啊 而离过年只有两天时间了 是近山找两只强大的变异野兽杀掉 还是再杀两个坏人 必须要做出选择了 收拾完东西 王平安是抱着两坛子陈酒 给父亲送过去 过年了 系统空间里既然存了好酒 必须孝敬父亲一点 顺便呢 再给二老封个大红包 以前神魂没有恢复的时候 都是王平安向父母索要红包 现在能赚钱了 自然是要还他们一个大的 抱着两坛子酒 进入父母家的别墅小院 他看到父亲呢 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 正在折黄纸 我给你们送点东西 诶 弄这么多黄纸干什么呀 王平安是把酒放在客厅里 顺手把两个厚厚的红包放在了桌上 明天出席 给祖宗上坟去 到时候啊 你也带去 这是规矩 王的棍提醒他 呃 行吧 王平安有点犯愁啊 如果明天下午去上坟 那么进山找野兽 刷功德的计划就泡汤了呀 母亲正在厨房里 炸年糕一类的东西 听到王平安的声音就说道 你妹这两天在干啥 放假了也不看书 也不做作业 整天待在你那玩可不行啊 没玩 在修炼呢 母亲一听顿时急了 啥 修炼跟你那些朋友一样 这可不行啊 凤夕是个姑娘家 打打杀杀的可不适合她 而且以她的成绩 将来可是要上北大清华的 以现在的社会变化来看 我估计明年高考 或许会多出一门修行课的 就算高考用不上 用来防身也是不错的 你也该听说了 前几天学校大巴 送他们这些学生回家的时候 路上可是遇到了野兽袭击 死了三四个人呢 听是听说了 不过 我还是不想让她修炼 好好学习不行吗 非要修炼什么功法 这也太违心了 根本不科学 前段时间 你见那头僵尸 你也说过不科学 但是 它又是真实存在的 那该怎么解释啊 我不管 你还有忽生玉佩吗 再给你妹妹几块 不然 我不放心 你要是找不到 我就把我身上的这块给她 王平安见母亲有点耍赖 不讲道理了 立即决定闪人 行行行 我一定想办法 再给我妹找一块忽生玉佩 你和爸身上的忽生玉佩 千万不能送人啊 看到王平安落荒而逃的样子 母亲苏文婷是叹了一口气 对坐在门口的王德棍说 咱们这儿子呀 最近半年变化太大了 我都有点不敢相信 他是我生出来的 又是赚钱又是修炼的 我感觉啊 他像是换了一个人 以前那个呆呆傻傻的二傻 才是我儿子 别胡说了 以前别人喊他二傻 你能跟人家拼命 现在儿子好不容易变聪明了 你要说他不像 反正啊 我对现在的儿子特别满意 不但有本事 而且啊 还孝顺 你看看 不但搬来了两坛子好酒 还偷偷啊 在桌上放了两个大红包呢 酒是你的 红包是我的 苏文婷是轻飘飘的一句话 就分配好了礼物 王德棍是愣了三秒 才想起来 有酒喝就不错了 反正家里的钱 全在老婆手里掌控着 王平安回去之后 让人摘了十个便衣水果 装香之后啊 让顺丰取价 把悬赏的礼品 全部游寄出去了 一诺千金 答应给别人的悬赏 绝对不会少 晚上王平安去村子里边 四周溜达溜达 结果呀 没有遇到一只便衣的野兽 想要猎杀便衣野兽 刷功德的愿望 失败了 在这种时候 王平安甚至想念那头僵尸了 如果灭了那头僵尸 会不会增加十点八点的功德值呢 在村子里寄居的江湖修炼者 也不敢露头 离王平安是远远的 生怕招惹到他 被他顺手给灭了 武当派四名弟子的死相 已经在江湖上传遍了 大伙都在等武当派对他展开报复 在武当派动手之前 没人愿意冒险 得罪这个头铁袋傻子 扶老奶奶过马路 能不能给点功德啊 帮老大爷扫马路 能不能也给上一点功德呢 快到任务结束的时间了 还差最后两点功德值 这王平安的心态啊 有点崩了 他现在特别希望武当派的人 立即派过来几个恶贯满盈的杀手 这样才有机会完成这个任务不是吗 不然他觉得自己啊失败定了 而且还有可能被系统惩罚 一顿雷劈 那是省不了的呀 怀着沮丧的心情 王平安是返回卧室 把门从里边反锁了起来 生怕许清和顾清成 再进来折磨自己 自己已经好几天没有好好睡觉了 困难 睡觉对一个刚满十八岁的孩子来说 太重要了 果然 他王平安反锁之后没过多久 有人就推门 没有推开就敲门 王平安装睡 敲门的声音啊 这才消失 我就说吧 今天周日 应该让二宝休息 你非要敲门 这下子尴尬了吧 周日怎么了 周日更应该放松一下的 两人的声音渐渐的消失 王平安这才安稳的睡了一觉 今天是除夕 也叫大年三十 王平安给蛇娃来往战委三人呢 各封了一个大红包 每人十万块 让他们回家好好过年 而同所呢 平时的收入就很高 红包给了一万 意思一下就行了 拿到红包的几名员工啊 特别高兴 也顾不得修炼了 拿着钱回家 让家人们跟着开心一下 这一回他们才确认 原来老板王平安 还是很大方的 有了这笔钱 明年家里就能帮自己盖房子 准备说媳妇的事了 给他们这么大的红包 却没有收到一点功德 这让王平安很是失望啊 他不甘心哪 又去帮父亲贴春联 甚至把自己别墅的春联也贴完 自己都把自己感动坏了 结果还是没有收获 那么一点功德值 这让吃午饭的时候 他都有点心不在焉 午饭之后 许晴顾清城王凤夕 帮母亲苏文婷包饺子 而王平安呢 则跟着父亲去上坟 坟地在村子边西边的山坡上 那片山坡啊 有大大小小上百座坟 是全村人的公共的坟地 阴气很重 但是呢 也没有闹过什么鬼 王甜甜的爷爷奶奶死后啊 也是葬在了这儿 王平安和父亲路过他们老坟的时候 看到墓碑上多了一些歪歪扭扭的字 像是用手指头画上去的一样 此仇不报 事不为人 二傻 你等着 我王家渝 不会放过你的 王平安是愣住了 这字丑就算了 居然还有两个错别字 但是更让他困惑的是 自己和王家渝到底有什么仇啊 让他如此痛恨自己 还在这个墓碑上刻了这么一堆丑陋的字呢 第664章 山火 这是哪个鬼孙子啊 老黑夫妇的墓碑都花花了 简直不是人嘛 哎呀 这上面写的是啥呀 王德贵心疼墓碑被毁 这个墓碑呢 还是他找工匠做的呢 王家欲欲用手指头写字 写得太过潦草 他费了半天劲 也没有认清上面写的是啥 不过 王平安可是兼修硬笔书法 还有毛笔书法的大佬 这一眼呢 就认出了上边的字 还认出两个错别字来 听到父亲认不出 他的优越感差点都溢出来了 爸 没事的 等过了年 再找人给磕一个石碑就是了 也用不了几个钱 王平安是安慰道 哎呦 我不是心疼钱 而是毁人墓碑 这是造孽呀 要断子绝孙的呀 王德贵认真而严肃地解释道 那你就更别操心了 要断子绝孙 那也是王家玉一家子的事 呃 他自己的事 毕竟他已经被人淹了 王德贵困惑道 啊 这是王家玉那个魂球干的 他爹娘死都没回来 怎么一回来 就划了自家爹娘的墓碑呀 谁知道呢 他那家伙 一直是一个迷一样的人 哎呀 算了算了 我们去给你爷爷 祖爷爷他们上坟 两人说着 沿着山间小路 在坟墓之间穿行 山上的坟墓葬得有点乱 有时候啊 把路都给堵了 别人只好是绕行一段 重新开辟一条新的路 村子里边葬人的时候呢 都会找风水先生 过来看一看阴宅 在这一片山坡上呢 人家说哪块地方好 只要是空地呢 都可以安葬 当然啊 也有人家几代长辈 已经形成了墓葬群 就不能轻易地靠边站去了 那样会闹纠纷的 王平安家的祖坟位置不错 在山顶的一处位置 坟前呢 有一片平地是专门开辟出来的 家人祭祀的时候呢 有充足的位置来点燃香烛火纸 坟墓的周边呢 种有百年松柏 山下西侧是奔流的大河 郁郁葱葱 风景秀丽 据风水先生说啊 这片地方是村子里 数一数二的好阴宅 以前的村子里人呢 为了争抢山顶部分的空地 没少打斗 王平安祖上呢 也曾经阔绰过 在村子里边有话语权 才能够抢到山顶的一片好地方 现在这片坟地啊 已经有些拥挤了 过不了几年 村子里为了这些空地啊 说不定还会有争斗的时间 比如说王平安的奶奶 岁数快到了 如果她死了 肯定要葬在这片家族墓地 多一个墓穴位置 就跟别人家墓地啊 紧凑了两三米 总有一天 两家的墓地呢 会挤在一块的 所以说啊 村子里的人呢 一般在有能力的时候 就多种树 提前占据祖坟周围的空地 王德贵没有什么能力 如果没有王平安帮忙 他这辈子也当不了村长啊 就没有办法在祖坟周边 拓展空旷的地盘 但是幸好王平安是横空出世 他家祖坟周围的位置啊 就算一棵树不中 也没有人敢抢 这是综合实力决定的 如果王平安想要多抢一点位置 目前在村子里啊 还没有人敢跟他竞争 哪怕村支出一门的人都不行 王平安在父亲点燃黄纸的时候 已经是围绕着祖坟转了一圈 把奶奶的墓穴位置给安排妥当了 以他的风水知识 随便一眼 就能找到一处极好的阴宅位置 如果以后奶奶用着舒适 肯定会感激自己的 二宝啊 转有啥呢 过来给你爷爷 祖爷爷烧几张纸 说点拜年的话 王德贵那边忙活完了 贡品也都摆好了 哎 好嘞 王平安是从善如流 给祖宗们磕头不丢人 哪怕他现在是仙人 也得感恩这一世的肉身呢 规规矩矩的磕了头 烧了纸 王平安是点了一小盘鞭炮 劈劈啪啪的放了起来 这时候 上山祭祀的村民是多了起来 鞭炮声此起彼伏 由于这种山啊 是专门用来做墓地的 所以山上的杂草荒草是经常有人清理 特别是坟前的空地清理的是更加干净 也不怕起火烧山 当然 这只是相对安全 偶尔燃点小火 也在大家的接受范围之内 反正很快呢 就能够扑灭 不过 今年的情况是有点特殊啊 一是干旱少雨 二十年前赤月事件 吓得村民不敢上山 山上的荒草 今年没有清理 于是呢 挤震鞭炮之后 就见青烟鸟鸟 借着小风一吹 山脚下还有山腰处 顿时有几处火苗声冒了出来 起火了 起火了 大家快来救火啊 山上的人赶紧下来 别被火困住了 山脚下 有人扯着嗓子大喊大叫 今天的风向有点乱 小火苗是蹭蹭蹭的四处乱窜 一转眼的功夫 就有十几片大范围的山火出现 王德棍所在的位置呢 在山的最顶端 看到山下起火顿时慌了 哎呀 咋起火了呢 我只是让祖宗保佑咱们家的日子 能过得红红火火 可没求这场山火呀 二宝 还别收拾东西了 赶紧往山下逃吧 王德棍对着正在收拾竹篮子里边 祭品的王平安是大声喊道 王平安却不着急 看着山下火势蔓延 还有心情摇头晃脑的赞叹 这山上金火标语说得好啊 放火烧山 牢底坐穿 上山一把烟 拘留十五天 你看看 这不就出事了吗 祭祀上坟的事情 能叫点烟放火吗 赶紧逃命吧 别在这儿看热闹了 王德棍是急躁地说道 逃啥呀 这点火 烧不起来的 王平安是说着 逃出了一张落雨符 轻轻一弹 就飞向最近的一处燃烧点 这些低端符禄 是王平安抢那位符禄宗修炼者的 落雨符一直被王平安当作是鸡肋般的符禄 扔在系统仓库里都快发霉了 没想到今天终于是有了用武之地啊 符禄激活 顿时引来一片潮湿的云雾 哗哗哗一阵暴雨 轻刻之间落下 把那片方圆十几丈的山火给浇灭了 叮 功德加一 王平安是愣住了 没想到救火也能增加功德啊 早知道如此自己就放火 呸 自己可不是那种人啊 就算不小心放瓦火 再救火 也不会被系统奖励功德的 这点自知之明呢 王平安还是有的 做人呢 还是要善良 于是王平安是激动坏了 又是几道落雨浮弹出 顿时一片片乌云 悬浮在起火的区域 追着火苗降雨 王德贵都惊呆了 山上祭祀的村民也是惊呆了 甚至有人拿出手机 默默地拍下这一神迹 准备传到网上 让大伙看一看 好半天 这王德贵才想起来什么 问道 二宝啊 这就是你们修炼者的手段 真如神仙一般 行云不雨 能教教你爹吗 第665章 果园里的异常 听到父亲所言 王平安是主动开启了过滤模式 左耳朵近 右耳朵出 最终是装作什么都没有听到 您老人家还是别修炼了 就您这天赋水平 只要是踏入江湖 铁定被人虐呀 没什么缘由 就因为你是平安居士的亲爹 江湖中想杀你的人 可以从花溪镇排到帝都了 江湖是江湖了 江湖恩怨 不涉及家人 如果没有这些规矩束缚 江湖早就乱套了 正因如此 整个江湖都猜测是王平安灭了天武门 却没有人跳出来指责什么 就是因为天武门的人 先违反了江湖禁忌 攻击了不曾修炼的王平安的女友许晴 现在王平安可以在江湖当中随意的浪 没有血仇的话 谁也不敢攻击他的父母 就是受到江湖规矩的限制 如果他的父母也修炼了 那就是江湖人士了 一出门 说不定就会悲剧 所以王平安宁可给他们护身玉佩 给他们吃变异灵果 给他们喝神龙矿泉水 就是不敢教他们修炼 很快 山上的几处大火都被浇灭了 叮 功德加一 叮 功德加一 一连是想了五次 王平安是从未想过呀 只是救了几片山火 就能狂刷功德 早知道他就叫做 他就四处巡逻 随时准备救火了 这个时候 系统早就发布的那个大任务 两大条件终于是全部达成 直播间的粉丝数量超过了二十万 功德值也在春节前达到了系统任务的要求 叮 恭喜你 完成了任务 特奖励你神龙矿泉水两箱 护身玉佩一块 神魂锥一丹一颗 果然 还是那个味儿 想要的仙气一键没有 想要的功法 一本也没有 除了熟悉的神龙矿泉水 还有护身玉佩 另外那颗神魂锥一丹 倒是没见过 让人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王平安一挥手 把奖励收进系统仓库 等回家之后再慢慢看 这时候 安抚慌乱的村民才是 呃 关自己毛事啊 有村长担任在此 用不着自己出马 果然 王德贵已经发挥村长的责任感和荣誉感 主动跑到了山脚下 安慰村民去了 至于刚才想要学习修炼的事情 只是随口说说 见儿子没有回答 他就明白了 那是婉拒 为了当老子的颜面 他是极为聪明的 不再提及此事 当王平安提着竹篮子 走到山脚下的时候 听父亲王德贵正在沸腾的人群当中 做着安抚工作 大家要坚定唯物主义信念 什么神神怪怪的呢 都是异想 都是幻想 这山上起火了 被暴雨浇灭了 这不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吗 啥 你说为啥暴雨只下一片地方 还追着山火浇灭它 那是因为 因为 这些暴雨啊 带有正能量 会主动打败邪恶 消灭火灾 你说 老祖宗保佑啊 老祖宗显灵 那啥 说的也有可能 毕竟老祖宗们啊 也不想自己的坟头被山火烧掉 但是啊 只能说是有可能 我绝不承认这种迷信思想 王平安是差点笑喷了 就算经过专业培训的人 也受不住这番解释啊 不仅仅他笑了 周围的村民们呢 也是笑得肚子疼 一时间 忘掉了恐惧和惊奇 和王德贵开起了玩笑 王平安回到果园的时候啊 发现大伙正围着童所 嘖嘖撑旗 好像在他身上 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情 二宝啊 你回来的正好 你快来看看童所啊 他竟然悄无声息的 进入了炼气期第三层 比缝隙都快了一丝呢 王平安仔细一瞧 顿时愣住了 这果然如此啊 童所刚刚修炼几天 就已经进入了炼气期的第三层 比他认为的天才 蛇娃凤夕 都要快上一丝啊 何止是快一丝啊 是快了许多倍呢 蛇娃用了二十多天 才修炼到炼气期第三层 而妹妹王凤夕倒是快了一些 因为第一次修炼之后 离开了灵气区域 从学校返回之后 又接着修炼的 但是前后加起来 用了十几天 这才进入了第三层 可是眼前这个铜锁呢 才用了多久啊 进入果园之后 总共修炼不到五六天 这就已经进入了 炼气期的三境了 怪不得大家围着他 嘖嘖称奇呢 难不成这货跟自己一样 也是仙人转世 不可能 他瞬间就否认了这个猜想 如果还有别的仙人转世 而且还在自己附近 以师父的脾气 早就会提醒自己了 你以前是不是吃过什么奇怪的水果 或者丹药啊 王凭安想起了一些其他原因 走到同所面前询问道 同所正被大家围观的是万分尴尬 听到王凭安的问题 挠了挠头 想了半天才回答道 奇怪的水果肯定没吃过 最好吃的水果 就是咱们神农果园的水果 这点我记得很清楚 至于丹药 我更没有机会接触 那其他什么奇怪的东西呢 特别是吃过之后 有一些奇怪反应的东西 要说这个啊 好像还真吃过一回 那一次 我按照三叔的要求 去龙首山下面挖那个地道 在一块烂棺材板上 长了一株红色的蘑菇 味道特别香 像是烤熟的鸡腿一样 我当时正饿着呢 就揪下来吃了 吃完之后 全身是火辣辣的烫 身体里边还有气流乱窜 可把我吓坏了 还没有来得及反应 就晕倒了 刚说到这儿 就听汤神医惋惜的一拍大腿 失声叫道 哎呀 这是传说中的血灵芝啊 哎呀天哪 你就那么给生吃了 太可惜了 太浪费了 如果能够炼成丹药 一定可以提升很多人的气血 甚至会提升功力境界啊 王皮安听到这儿 恍然大悟 原来是以前浮食了一株灵药啊 当时他不懂修炼 血灵芝的药性 暂时潜伏在他的体内 现在学会了修炼功法 顿时激活了血灵芝的药性 这才势如破竹 一口气修炼到了炼气气三层 这只是一株血灵芝 王皮安呢 并不觉得有多么的可惜 毕竟他的系统仓库里 还存有两株火身 药效品阶 可比血灵芝强太多了 搞清楚了原因 众人就没有再围着同所转悠 这只是同所运气好 跟天赋无关 如果同所的天赋真是如此逆天 或许会有人提前跟他拉好关系 将来也好有点香火钱 毕竟不可能有人的天赋啊 能够超过王平安 王平安让大家安心准备过年 他又把剩下几个阶段的修炼功法 传给了同所 让他自行修炼 遇到什么不懂的事情呢 可以询问大家 同所憨笑着答应了下来 也不说什么 钻进小树林继续修炼 一点也不想闲着 就凭这股子勤奋劲 王平安觉得 就算他的天赋差点 修炼速度也不会比蛇娃缝隙慢多少 王平安正要回房间修炼 却发现今天果园里的动物格外的暴躁 天还没黑呢 就冲着灰暗的天空嗷嗷怪叫 前两次赤月事件的时候 由于果园被灵气覆盖 果园里的野兽呢 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今天为什么如此反常呢 难不成 大家推测的第三次赤月事件 就在今晚 而且比前两次更加恐怖 我来说